各位觀眾 今天又是你們期待已久的帥帥連線啦 幫你們邀請到的 就是全台灣最帥的來賓 Kwon AGM你這樣講 我這樣會被調侃得很兇啊 沒關係 你扛得起 那今天邀請到Kwon來上我們的節目呢 要來跟各位聊的 就是二年急身觀察室 那關於二年急身的部分Kwon 截至目前為止 有哪一位二年急身的表現 最讓你感到驚艷的呢 我覺得驚艷可能不是正確的形容方式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上升的狀態 這個毋庸置疑 那這個人就是去年的狀元狼 也是Rookie of the Year 你看他的帳面數據 平均19.1分 6.6籃板 4.4助攻 其實跟去年比 老實講整體數據差不多 但我覺得 魔鬼藏在細節裡面 你看他的命中率47% 還有3分命中率41% 他去年最令人詬病的 尤其是在下班季的時候 就是他整體的效率值不高 今年我覺得他去做了這個部分的修正 那老實講 其實也並不是說他在於球技上面有 特別突出的精進 反而我覺得是他在今年找到 對於他個人技能包更正確的定位 你看去年他在魔術上面的狀況 大概27%的時候 他是打小前鋒的位置 那今年其實他基本上全職是打大前鋒跟中鋒 這兩個位置而已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有一點因禍得福啦 因為在Wendell Carter Jr.跟Markel Fultz 一開始受傷之後 魔術把Anthony Black 還有Goga 被他直接拉上先發 讓Paolo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順勢的移到了4號位的位置 那其實我們回去看 當時Paolo從杜克出來的scouting report 球探對他最大的advantage 其實就是他雖然6-10 但他敏捷度非常夠 你去看他今年的比賽 他不必要的中距離還有三分投射 減少了非常多 多出來的是他面對mismatch的時候 可以直接take對方off the dribble 然後去強攻進去 所以整體而言 我覺得魔術今年在他 轉型成完整的4號的時候 一來Paolo自己的進攻效率只變高 二來魔術現在五連勝 其實我覺得跟Paolo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整體 不管是Paolo不管是魔術 都處於一個我正在上升的狀態中 嗯那說到這個啦 贏球就是帥 沒什麼好說的 在我們錄影的當下 魔術現在的戰績是東區第二喔 僅次於我們的賽率啊 那我自己啦 我是有點偏Bank Carroll配的喔 那理由我在直播時 也有跟各位討論過了嗎 就是在我心目中 Bank Carroll還是屬於那種打爛杖型的球員 打爛杖的話 進階數據方面可以分為兩種嘛 一個就是背框單打 一個就是isolation 在這兩個部分 Paolo Bank Carroll都是偏低效率的喔 首先是背框單打的部分 他的命中率只有43.5% 然後再來是isolation的部分 isolation他就更低效率啦 命中率只有不到3成5 除此之外呢 他最需要進步的地方 是他的罰球啊 他的罰球命中率6成6呢 6成6是什麼概念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好不好 目前在全聯盟罰球次數 前10的球員裡面 Paul Bank Carroll剛好排名第10嘛 命中率跟他大概同一個等級的 是Julius Randall跟字母哥耶 這樣感到 所以我覺得Paul Bank Carroll 不是說他表現不好 因為畢竟魔術現在就贏球嘛 所以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這些地方 是我認為Paul Bank Carroll 需要加強的地方啦 我覺得你講的都沒有錯 你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都是從他rookie year就存在的問題 延伸到今年 老實講都沒有變好 剛剛去誇獎 或是說他今年有一個上升狀態 並不是說他現在以一個球員來講 就沒有技能上的缺陷 但我覺得整體而言其實不影響他 在於球隊現在定位上面 畫得比較清楚這件事情 那說到定位啦 我直接問你 魔術隊的老大是誰 是France Wagner 還是Paul Bank Carroll 我自己覺得 遲早會是Paul Bank Carroll 原因在於 把Markel Fultz拿掉魔術隊的陣容上面之後 他們陣容上其實沒有什麼控球後衛 他們有的後衛 比方說Suggs Black Cole Anthony 這些都是比較偏 1號2號搖擺的這個球員 所以Paul Bank Carroll 其實在Fultz受傷 這段時間 魔術給了他很多的球權 去做持球 Initiation的角色 這也是為什麼他今年 目前可以有4.4助攻 回答你剛剛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Paul Bank Carroll 如果可以比較完整的 去Develop出他傳導的角色 或是進攻發動機的角色的話 我覺得France Wagner 跟他的這個分明 會越來越清楚 我覺得這個切入點不是不對 但是有點很奇怪的是說 你說等到Paul Bank Carroll 發展出來他的傳球能力 跟控球能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還未開發完成的技能 這個技能不是France Wagner 已經有的嗎 你可以這麼說 但是我覺得France Wagner 在硬體條件上面 本來其實就沒有 Paolo Bank Carroll好 所以我可以認的是 現在Paolo跟France Wagner 兩個人 基本上我覺得是在一個 持平的這個位置 但我剛剛做的比較像是說 預測 我覺得Paolo是可以Develop出 這些技能來的 然後我預測Paolo在未來 1-2年就可以Overtake France Wagner成為這支球隊 無庸置疑的一格 那我這邊 我有在重點觀察的一個對象 一樣 他的球隊也在席捲聯盟 那就是OKC的 Jalen Williams 去年 在他的Rookie Year 他的表現 尤其是賽季的後段 整個就是大幅提升 那個時候我就說過 他可以是Rookie of the Year的黑馬 那今年 一年一樣維持他的好表現 可以說完全取代了 當初Josh Giddy 在雷霆的地位 作為一個第三進攻點來說 Jalen Williams 超級頂 我想不到全聯盟 有哪一位 是比他更稱職的第三進攻點 Austin Reeves算嗎 你剛剛說什麼 Austin Reeves算嗎 Austin 如果你現在拿Austin Reeves 去當換Jalen Williams 我想胡迷會 做夢都在笑吧 我認為Jalen Williams 這位球員 他最強的地方是什麼 他沒有任何明顯的缺陷 首先 他在攻擊籃框的能力 非常強 他在籃下的命中率 是高達7成4的 7成4是什麼概念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Yokic今年在籃下的出手 截至目前為止 還少他兩次 命中率7成3 等於是說 Jalen Williams 是比Yokic在籃下 命中率還要高的 雖然只高1% 但是還是高 那91MB就根本不用說了 91MB在籃框下的命中率 17成1 由此可見 Jalen Williams在籃框下 是有多高效率的 那再來是中距離 他目前中距離的命中率 有5成 雖然說 example size不多 但是他的命中率還是有維持 那最後是他三分球的部分 他三分球今年也有3成7 雖然說出手次數 還是偏低 但是那個命中率也是有維持住的 所以攤開來看 我認為Jalen Williams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在進攻端沒有一個明顯的缺陷 然後他防守也不差 整體來說 只有一個字 那就是 香啊 首先我認同你剛剛講的東西 而且你剛剛講的這些優點 他從rookie year的時候 確實也都展露出來 今年是更勝去年的表現 那我覺得他的case 其實跟我剛剛講 Paulo的狀況 有一點像的地方在於 他們兩個都是在第二年的時候 在球隊的定位越來越鮮明了 然後我覺得今年你可以在比賽場上看到的是 他對於比賽解讀還有比賽分析的這個狀態 跟去年感覺又有不一樣的這個層次 最大的差別在於他罰球出手數這件事情上面 他今年的罰球數從去年的2.5 到今年單場的3.8次 我覺得算是非常的優異 那他其實就有在reddick的podcast上面有講到說 他去觀察 比方說球隊老大哥SGA 怎麼有辦法在每一場平均得30分 其實都是靠這些easy stuff 你在這個quarter可能買兩次犯規 你就可以得了可能4分之類的 然後在這個時候你就要拍一個3分幹嘛的 反正他解讀比賽的能力 我覺得在今年 比賽對他而言更簡單了 那這邊順便提一下啦 就是 你知道我家盾寶 他現在場均罰球四十五十幾次 四十幾次 0.64 一個在籃下考生活的中鋒 場均罰球次數不到一次 好 那除了Paul Ben Carroll 以及Jalen Williams以外 還有哪一位 是你今年有在重點觀察的二年級生呢 我們剛剛講了一個好的例子嘛 那我這次來講一個比較不好的例子 我這個人選就是Benedict Mathurin 那老實講 Mathurin以他的帳面數據來說 我覺得也沒有說表現得非常差 13.5分 4.1籃板 2.2助攻 3分命中率是34% 整體而言我覺得還算是堪用的 綠葉球員 但是重點是我對他的預期 本來不是一個這樣子的球員 我是希望他可以在今年更上一層樓 尤其在Buddy Hill 今年非常有可能要出走的狀況下面 他的上場時間也掉了大概八分鐘左右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原本這個舞台 已經給Mathurin set好了 他跟Halliburton在帳面上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搭配組合 但今年他一直沒有辦法pop 甚至在上一場打勞鷹的比賽中 他先發位置都沒了 我覺得他今年的struggle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防守 那當然六馬是一隻非常糟的防守球隊 但是Mathurin其實你去看他比賽的時候 他完全是一個洞 他第一步被過掉之後他就放棄了 那第二個原因我覺得是他進攻段的企圖星 其實今年也下降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Jalen Williams的罰球數上升 那其實Mathurin去年是一個 我覺得在罰球數表現非常好的球員 他一場可以罰5.8次 但他今年罰球次數一場就只有2.9個而已 整體而言去看他的比賽 他今年多了非常多不必要的中場遠距離的投射 那切入籃框想要去賴犯規的這個企圖星 真的消失了 這是為什麼Mathurin今年沒有如很多人預期的 在球技上面或是在數據上面 更上一層樓的原因 Benedict Mathurin這位球員目前為止 是讓我感到蠻可惜的一位球員 不論是他進攻端的出手選擇 以及他在防守端的態度 我認為都看不到任何進步 甚至可以說他在進攻端是完全退步 原本的買飯沒了 然後再加上他的出手選擇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甚至你可以說他的碰撞能力好像變得更差了 所以這個是我觀察到Benedict Mathurin 一個很大的重點 再來就是他今年滿慘的命中率 對上76人的那兩場比賽 他沒有一場命中率超過4成 然後對上Orlando 3x3 那這部分也完全影響到了他的上場時間 就Rick Carlisle基本上對他的態度 感覺也就是放他在場上 幾次出手如果你沒進你就先下來了 那這樣子的調度 對於這位球員長期發展來說 我認為也不是很健康 但這部分也不是Rick Carlisle的錯 因為畢竟Benedict Mathurin現在在場上 他也沒有shoulder coach anything more than that 他就是一個存桿分手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他自己要去好好思考的一個點 好那除了Benedict Mathurin以外呢 我這邊有在關注的二年級生 就是我拓的Shaden Sharp 如果單從數據上的對比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 Shaden Sharp今年完全有打出來 但我認為這些都是建立在 我們後場是一團亂的情況 因為首先小李被交易了 然後Anthony Simons到現在也沒有上場 所以這讓Shaden Sharp得到了非常多的上場時間 那他有好好的利用這個上場時間跟機會嗎 老實說我不敢肯定 我覺得現在拖荒者後場的狀況 其實有一點類似大概火箭 一兩年前的那個狀況 就是當時他們也是Kevin Porter Jr. 還有Jalen Green 就是擁有無限開火拳嘛 當然Skoo現在受傷 但是Shaden Sharp的狀況是有一點類似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是在於 很明顯Chuncee Billups 他是一個西瓜教練 然後他對於整體球隊的培養防針 他也沒有一個頭緒 所以Shaden Sharp他現在就是處於一個 完全沒有人控制他的狀態 像你講的啊 他雖然平均帳面數據上升 但他的命中率慘不忍睹 失誤平均比他的助攻平均還多 就是這些東西是 如果你在他年輕的時候 這些壞習慣就養成的話 其實對他長期發展不見得是好事 嗯 那我們都知道嘛 他當初能夠在那麼高順位被選進聯盟 很大部分就是他的體能條件嘛 照理來說 你這種體能條件 你應該要在看比賽的時候看得出來 但是除了一些灌籃的highlight以外 我看不出來他有好好的利用他優異的天賦啊 別的不說 他的上籃命中率有多慘你知道嗎 65次的出手 他大哥的命中率連42%都不到啊 就是他好像空有一身天賦 但你說他真的有好好利用嗎 我不太確定 那這部分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拖荒者現在要坦克 所以就放給他瞎氣瞎巴胡亂打 但我同意你一點 就是說這個對於球員的長期發展 一定是不健康的 你就會很習慣的在那邊胡亂打嘛 那這個東西你到其他球隊 不可能是這樣子啊 所以總結一句話 我不認為Jayden Sharp 未來的發展會是留在拖荒者 我再補充最後一點 他現在三分球的出手 在他整體的這個出手數裡面 占了大概四成以上的比例 像你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以體能 還有切入撕裂防線破壞力的這種球員 但是他選了 等於對我而言是easy way out啦 反正我無限開火拳 我就運運運運運 然後直接pull up三分 這個就是壞習慣 這個東西你一旦養成了之後 你在後續發展 你很難去把它改回來 你是不是在臭我家老戰 我家老戰今年三分球命中率 有超過四成哦 easy way out嘛 你剛剛一直在臭這些什麼easy way out啊 這些東西你是不是想要臭我家老戰 就是not my goal 好 那最後非常感謝礦來陪我們錄這部節目啦 喜歡這類新節目的觀眾 記得幫我們大力按個讚 有機會的話 也去支持一下我們Hootopia的podcast 追蹤礦的IG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